好接下來我們要叫的叫做摩擦起電 東西互相摩擦之後就會生電 這個叫做摩擦起電 我們通常會用在所謂的絕緣體 或會再提到它 這個摩擦出來的電 會留在東西的上面不會跑來跑去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靜電 它就留在上面不會自由的移動 叫靜電 然後等到後面我們就要叫那個電會跑 電會走叫做所謂的電流 以後的事情那目的就要靜電 不動的 可是我們要靜電 來背 背 就是摩擦生電 毛皮摩擦塑膠棒 毛皮帶正 塑膠棒帶負 絲卷摩擦玻璃棒 絲卷帶負 那玻璃棒就帶正 這個要把它背起來 背起來 我們以前喔 有一串東西 A B C 朱衣 看誰怎樣誰怎樣 就可以互相跳 看誰磨誰會帶誰帶 誰帶負 這種東西沒有了 現在 我們的毛皮一定摩擦 塑膠棒 我們的絲卷一定摩擦玻璃棒 一定這樣 沒有別的 所以要背起來就好了 你要背下來 這樣才可以解決後面的某些問題 好 記下來 那麼這個正電跟負電來源 是來自於那個富蘭克林大哥 他把他取叫做正電跟負電 背下來 施卷 毛皮 他們就相反就對了 OK 好 記下來 摩擦起電的時候 有一個帶正電 有一個帶負電 他們的電性是相反 一個帶正 一個帶負 所以電量是相同 一個如果有五單位的正電 另外就是有五單位的負電 好 所以電量相同 電性相反 電量跟電量相反 重點是 重點是 來 乾燥的天氣做這個實驗比較容易有效果 因為空氣中如果比較潮濕 水會把這個電帶走 水氣會把這個電帶走 所以乾燥的情況下做會比較OK 我剛剛講過了 這是重點 正常情況以前學過了 正常情況下原子是電中性的 正電跟負電會怎樣 一樣多 外表上看不出來帶正電還是帶負電 因為正負的電是一樣多 而現在磨一磨居然會帶電 那表示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以前教過了 磨一磨之後 會發生事情 然後暗示你 答案就是得到或失去什麼東西 所以他就會帶電 他在帶電 這我們以前 這我們以前有教過 我知道 學我 我們以前有教過 因為得失什麼 32號 我學我 32 12號 請坐 因為他得失電子的關係 那請問你 怎樣的得失電子會帶正 怎樣的得失電子會帶負 怎樣的得失電子會帶正電 怎樣的得失電子會帶負電 12號 小老師帶 移動上 失電子怎樣 帶正電 得電子帶負電 請坐 失電子會帶正電 所以摩擦起電就是在摩的過程中 有人得電子 有人失電子 有人得一個就是有人失一個 所以我們會電量相同 電性相反 因為得失電子的關係 所以才會帶電 因此就問 失見摩擦玻璃棒 電子從怎麼轉 從來到哪裡 就要背前面那個 失見摩擦玻璃棒 誰帶正誰帶負 那你就會知道說 應該是誰轉到誰身上 在嗎 喔 喔 讚啦 你要跟我說什麼 是 你查 男生 失 失學和波銀棒 失學和波銀棒 失學和電子 然後 然後波銀棒 電子從誰到誰 喔 不好意思 波銀棒到失學 請坐 失眷摩擦玻璃棒 失眷帶負 所以得電子 所以電子從玻璃棒移到失眷 不要失眷 OK 就是 啊 狀況 你就記得 記得對了 記得 誰摩誰會誰帶正誰帶負 記得為什麼會帶電 因為得失電子 然後得電子會帶負 失電子會帶正 生活的現象看一下 包裝使 這個棉洗塊的塑膠拿起來 都常常黏在手上 我們說這個是因為 靜電的關係 然後冬天脫毛衣有啪啪聲 是因為靜電中和的關係 然後塑膠紙摩擦之後 會吸一些小紙片的水流 當我有椅片 然後 車子開一段的時候 手碰一下 會有點麻麻的 有時候會有點麻麻的 是因為靜電 這個以前高速公路的收費員 曾經被電過 被電過 被電過 然後會他們壞 底下就 有一個塑膠電子 讓它絕遠 讓它不會有導電 它不會有導電 好 然後呢 加油戰機 這個比較危險 有靜電的這個比較危險 然後這個機箱就好了 影音機是用靜電的原理 影音機 詳細我們就不解釋了 反正就是 想辦法讓那個紙張帶靜電 然後會吸那個碳粉上去 然後熱一壓 然後就有痕跡出來了 就這樣子靜電的原理 記得就好 好有一個簡單的影片 就是那個什麼鈍膜錯戒 就是摩擦後的會吸引小鞋片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所謂 鈍膜錯戒 摩擦後的琥珀會吸引小紙片 就這樣 OK